下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有关奥克兰地区租房方面的一条资讯 现在奥克兰房地产市场上有不少初次的置业者 也有不少的投资客 对投资客来说 投资哪个区的房屋的回报率最高呢 Buffin的Thompson公司最近的调查显示 虽然Rameroa的房屋租金平均每周要比南区的房子要高出200纽币左右 然而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也是在南区 比如上Clendon Park由于房屋价格较低 年租金的回报率可高达7.4% 奥克兰房地产投资协会的主席David认为 这一数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仍然没有能够准确的反映出租金的变化 David认为租金水平调整的非常快 特别是在奥克兰那些房价相对较低的区 他担心随着储备银行收紧房贷的政策 租赁市场会受到较大的冲击 特别是手套房的买家和新的投资客 很可能在新的政策下 无法支付首期房款 受此影响David的预计 届时奥克兰房价上涨速度会放缓 但中低层次的住房租金会上升 但对于资金雄厚的海外投资者们来说 受到冲击不会太大